然后下面咱们就来通过这个代码 咱们来实际的写一下 咱们要做这个事 咱们该怎么做 那么首先呢 我就一条一条运行一下吧 这是刚才写完的 首先啊 就是说 我们要把咱们这个.csv文件读进来 是吧 咱们之前说了怎么读啊 用这个pandas是吧 这个库啊 用这个库读.csv文件 读这个.csv文件 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一看 就是通过这么一条代码 直接啊 咱们就读进来了 读进来之后啊 咱们是不是可以给它显示出来看一下 在这里啊 就是说 我先是打印了一下 它都有哪些特征的名字 这些呢 就是说 它有的这些特征名字 我们看 就是说 这些特征啊 就是对应着咱们数据里 所有的东西 是吧 但是呢 咱们刚才说了 数据里有一些东西 咱们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是吧 有些东西呢 可能也没什么用 咱们一会儿还要把这个特征 做一下过滤 留下一些咱们能看得懂的 咱们觉得有意思的东西 然后啊 这个.height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height就是说 我在我的界面上啊 显示一下 是吧 我都拿出来有个三千多条 但是啊 看不完 咱们只显示前六条 是吧 这个.height的六啊 就是说 我只显示前六条记录啊 看这里就是说 零号记录开始 0123456啊 只显示出来 咱们这么前六号的 前六号的数据 然后啊 为了咱们这个 咱们这一个屏幕啊 能放得下 我是取了前六个和后六个啊 这这行代码意思啊 就是说 我取前六个和后六个啊 其实这个东西啊 做的有点多余啊 只是给大家展示一下 咱们用这个iPad的Notebook啊 咱们怎么样 给它显示到屏幕上 就是说 咱们可以通过一些代码啊 直接把咱们想要的信息啊 直接打印在咱们屏幕上 是吧 看着比较直观啊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推荐大家 说使用这样一个网页版 去做咱们这个数据预处理这个事 其实你用这个 EcDips啊 PYCharm啊 等等 很多东西啊 都能做这个事 是吧 但是呢 你要用那些IDE啊 是不是说 你执行个代码啊 你想看一下结果的时候啊 你是不是得转一下 是吧 你要先转一下 先编译一下 然后呢 才能去打印出来这个东西 然后呢 你要 你要 你要想啊 就是说不看这个了 你要想看别的时候 你是不是说 还要把这个东西啊 给它注视掉 然后咱们从这个控制台上 再看看别的东西啊 这样来说 是不是说 有点费劲啊 哎 一会儿看这个 一会儿看那个 哎呀 边来边去 一会儿注视这个 一会儿注视那个 是不是挺麻烦的 所以说啊 也就是说 哎 有这样一款工具啊 叫做iPad Notebook啊 其实啊 这个东西安装起来啊 也没什么难的 可以看啊 就是说 在Windows下啊 我是通过这个CMD啊 CMD就是说 直接在你Python的 安装目录里边啊 调一个iPad Notebook 然后呢 它啊 就会给咱们自动 打开这么一个网页版了 然后要是 在那个乌邦兔下 其实这就更简单了啊 直接按怎么按啊 PIP隐辞到 直接就可以把这个 iPad Notebook 给它按上了 可能Windows上按的 稍微复杂一些啊 我还是推荐大家 有条件的啊 咱们就用这个乌邦兔 就是说 有一个服务器的情况下 但是咱们一般啊 都是用笔记本 用笔记本啊 像我这样 你看我也是Windows的啊 Windows装个iPad Notebook 装什么东西啊 也没有那么麻烦 是吧 什么不会 咱们多 只要啊 勤查一查 是吧 百度啊 谷歌勤查一查 我觉得没有什么 解决不了问题的 然后啊 咱们接着说 就是说 看咱们那个数据啊 跟咱们之前讲 那个太太那个号 是一个样子吧 是吧 一个事是吧 什么事啊 是不是出现一些 字符的动向 有yes有no啊 就是说 它参加这个计划呀 那它参加这个计划 yes和no代表什么啊 是不是说 它是一个二分类啊 咱们怎么办 是不是说 要把no改成0 或者yes改成1啊 咱们用数值 改变这些字符的 是吧 那么下面呢 就是说 首先啊 这些代码就是说了 哎 我要用一些字符值啊 去改变咱们那个 yes和no 是吧 还有咱们的标签是吧 咱们标签什么 foss和tool是吧 咱们要把foss和tool啊 分别用0和1来表示 所以说呢 咱们首先第一步啊 就是要把这些数值啊 进行一个转换 数值转换完了之后 咱们想一想 就是说 哎 有个state 这个state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从这个数值上来说啊 我并看不懂是吧 所以说啊 我们看这里啊 我写有一个图照法啊 就是说 要去掉一些特征 我把这个state啊 还有这个什么 area code啊 就是一些区域代码 因为这个区域代码 我觉得可能 没有什么太大用 以及呢 这个fin number啊 fin number 就是说一个人啊 你会不会流失 跟你这个电话号码 我觉得没什么太大关系 跟你用户名 也没啥太大关系是吧 跟你实际啊 做了什么事才有关系啊 所以说 我把这个 对于咱们的输入数据上 把这些东西给去掉了啊 这个label也给它去掉了 label啊 咱们以后给它单拿出来 然后去掉完了之后啊 咱们是不是说 要这一步 就是做那个数值转换啊 咱们刚才说过了 转换完了之后啊 咱们来着重说另外一个点啊 给大家拿大笔拿图画一下 这个啊 咱们看在那个号上没有讲啊 但是我觉得啊 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什么事呢 比如说啊 咱们一个数据来了啊 比如说 这个是数据的一些特征啊 比如说 咱们的数据啊 就拿有三个特征吧 一号特征 二号特征 三号特征 是吧 比如说 一号特征啊 它是跟一个年龄有关的 那么它的职域范围啊 可能是从十岁到三十 到三十岁 咱们这里啊 就取一个小范围 然后这个二号特征呢 我写一下吧 跟H相关的 然后呢 这个二号特征啊 可能跟你这个收入有关 给你这个Celary啊 咱们这个每个月 挣多少钱有关啊 可能是写高点吧 一万到两万之间 是吧 然后呢 你这个三号特征啊 三号特征 我想想 三号特征 咱们编一个吧 不管什么特征 随便一个特征吧 它是从0.1到0.5之间的 咱们就先不说它是什么 咱们就有这么三个特征 是吧 那么咱们来看看 就是说这个一二三 咱们这个三个特征啊 有什么区别啊 哎呀 是不是说咱们这三个特征啊 代表三个不同层次的量 然后呢 它们的取值范围不同 是吧 一号特征呢 可能是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 二号特征呢 可能是在一个比较大的范围上 那么这个东西啊 会导致什么 咱们来想一想 咱们现在用的这些机器学计算法啊 它其实关注于你这个特征是什么吗 它关注吗 它其实啊 不关注于说你这个特征到底表达什么意思 是吧 它只是从数值上去看 哎 你这个数值大概长什么样 是吧 但是啊 一旦来说 咱们机器学计算法跟这个数值相关了 咱们想一想 哎呀 这个是一个以万为单位的 这个呢 是一个以个为单位的 那是不是说 咱们机器学习要看来 可能越大的数越重要啊 是吧 比如说哎 这点咱们就不拿分类来说了 分类可能不好解释 咱们拿巨类来说 是吧 巨类来说 我们这样有很多个点 是在这样的小的范围 对于第一个特征 是吧 那么对于第二个特征呢 它们啊 可能都哎 都是满偏飘 是一个浮动比较大的范围 是吧 哎呀 那咱们能不能说浮动比较大的范围啊 它就是个敌群点啊 咱能这么说吗 哎 不能这么说是吧 因为什么 因为你的衡量指标不一样啊 那么 那么在咱们这个衡量指标不一样的情况下 咱们该怎么做呢 一般来说啊 一个机学企业项目来了 咱们首先要对这些特征啊 做一个初始化操作 哎 就是说 我要去掉你一些其他的影响 是吧 什么样其他影响 只是在咱们的特征上 哎 我们认为啊 这个age特征 和这个刀啊 咱们这个正的前特征啊 我们认为他俩是相同重要的 而不是说呢 你这个正的前特征 你在数值上大 就意着 就意味着 你比我这个age特征要重要的多 是吧 哎 能说咱们这个 severate 咱们正的一个前特征 是咱们这个age特征的1000倍重要吗 能说吗 哎 不能说是吧 没有这样一个关系啊 但是 它在这个数值上体现出来了 那么走吧 所以说啊 咱们要对这个东西啊 作为它 作为一个初值化 哎 一般来说啊 咱们有什么样初值化 给大家写一下啊 一般来说呢 咱们有normalization 还有这个 就是说啊 一个是皈依化 一个是标准化啊 N代表nomalization 就是说一个皈依化 皈依化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哎 你不管你是什么样 什么样的一个取值 哎 你是从1万到2万的 还是从10到30的 我都给你压缩到一个0乘1的 是吧 哎 给它压缩到0乘0到1之间的一个范围啊 怎么压缩啊 用你的最大值啊 这点简单给大家写一下公式 用你当前的取值 哎 我用x来说 减去你啊 在这个特征下最小值 然后呢 除上一个你这个max 就是说 在当前特征下的一个最大值 减去这么一个最小值 是吧 也就是说啊 咱们可以做这么一个nomalization的操作 做完这个nomalization之后啊 咱们就能够使得所有的值啊 都是在一个0以上的区间内了 这也是啊 咱们经常这种做法 那么另外一种做法是吧 另外一种做法就是一个叫做standard啊 就是一个标准化的操作 那么这个standard啊 标准化的操作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可以指定一个范围是吧 哎 咱们这个指定范围啊 不再是0和1之间了 比如说是一个 负1到正1之间的范围是吧 我可以啊 把这些值哎 通通的给你压缩到这么上的一个区间 是吧 我认为呢 在这个区间上啊 是比较合理的 所以说啊 我就给它压缩到这个空间上了啊 就是说 咱们在对这个数据啊 拿到数据之后啊 咱们首先需要做这么一个事儿 先做规一化 或者标准化 nomization或者是standard什么的啊 或者是一些啊 咱们这里啊 只说两种 还有什么 还有这种二十字化是吧 二十字化这个东西啊 并不很常用啊 咱们就不说了啊 一般来说 咱们都需要给它做一个数值压缩 让咱们这个特征之间啊 没有产生一个你比我重要 还是我比你重要的关系是吧 那它们的重要程度啊 都是相当的 为什么 因为它们的取值范围都是一样的 是吧 都是从0到1 或者说都是从负1到正1 就是说让咱们所有的这个特征 它的取值范围啊 都是一样的 这个东西啊 非常重要啊 这个也是咱们第一步 首先要做的一个事儿